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 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 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 写在我们的心里 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默醒的 乃是用永生神能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心板上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这字句 乃是凭着精益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数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 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 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 就大胆讲说 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 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接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